等到蓋鍋上造 董手吉才將它引以為豪的手藝拿出來 準備借用二哥的廚房做一道地道的平遙美食 炒碗托 碗托之名 源自其蒸製的工具 看似簡單的操作頗有門道 水與麵的比例演繹著截然不同的舌尖之旅 董手吉反覆攪拌感受手臂的力量與麵漿的濃稠 帶到麵漿濃度得宜 加鹽與油爆蔥花調味 取五寸小碟上籠蒸製 碗托的滋味雖流傳於特地 單獨作為夏日裏的涼小小吃 董家傳承四代的特色 正源於這一碗油辣辣的爆炒 看花呀 打就打好了 來來來來快點來 熟食搭配火腿麻花 不同的調味相互平衡 油潤綿膩 風味十足 自是平遙人百吃不厭的家味道 進入